这是一部自称记信条之后 又一颠覆时空认知的烧脑神作 至于到底神不神 你们说了算 强哥第一次尝试投包配酒 却把电视机喝出了故障 他身后的墙壁也开始缓缓消失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整个房间就变成了热带雨林 慌张的他立马跳上沙发 可下一秒 沙发也消失不见了 这下子 强哥彻底的懵逼了 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 没给他继续研究的时间 先是一条鳄鱼缓缓地朝他靠近 再是一个骂骂咧咧的铠甲士兵 从身后起来 离开他的脸 惊魂未定的他再次睁开双眼 却发现重新回到了熟悉的沙发 就当他以为只是一场噩梦时 脚下的剑痕提醒他事情 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 强哥立马打开摄像机 并再次吃下一片头包压压惊 没一会 他的身影逐渐模糊 只是这一次 他却出现在了一片冰天雪地当中 毫无准备的他差点被冻出了枪 庆幸的是七分钟后 他就重新回到了家里 这下子 脑子也一同被冻醒的强哥 终于意识到他这是穿越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这一次他穿上棉衣戴好手套 抱着一堆柴火后 再次吃下了一片药丸 将柴火点伤后 强哥才有时间观察周围的环境 身后的萌马像让他意识到 自己竟穿越到了冰河时代 而身前 一个原始人也在朝他靠近 两人经过复杂的试探接触后 原始人好奇地坐在了火堆旁 此时的强哥并没有意识到 他就这样成了原始人眼中 带来火种的上帝 经过了这三次穿越后 强哥意识到一颗药丸的穿越时间 只有七分钟 并且药丸生效时所在的位置 也决定了穿越后的不同时空 就好比站在地板上 回到的是冰河时代 而坐在沙发上 或许就是中世纪的热带雨林了 趁热打铁 强哥又忍不住想到 能否带人一起穿越 而为了以防万一 他先是用自己的旺材来做实验 吃下药丸后的强哥紧张地抱着旺材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他们就成功穿越到了上个世纪 可还来不及高兴 房子的主人就出现在强哥身后 他将强哥当成了入室抢劫的强盗 二话没说提刀就干 无奈的强哥也只能带着旺材拔腿就跑 等到七分钟的时间一到 强哥刚准备回去 可谁料他的身体只是晃了两下 却依旧留在了这个时空 他这才明白 他需要在七分钟内回到穿越的初始位置 不然就永远回不去了 时间来到了晚上 强哥趁着房主睡着后重新服下了一片药丸 接着小心翼翼的前进屋内 坐在了来时的位置 最后三十秒 房主却还是发现了他 强哥试图先下手为强 可谁料此时穿越刚好生效 他只好立马跳上沙发 并焦急地呼叫旺材 可就在他抓住绳子的同一时间 最终 强哥成功地回到了家里 但旺材却永远留在了过去 由于身上的药丸只剩下最后三刻了 他只能忍痛舍弃旺材 因为接下来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尝试去救回好基友失踪的女儿 原来强哥和好基友都是急救人员 他们所在的城市最近频频出现诡异命案 有人被中世纪的骨刀洞穿了心脏 身旁还掉落了一颗西班牙骨硬币 有人在公园空地上莫名自然 手里还捏着罗马时代的门把手 甚至一个女孩在酒店房间被毒蛇咬伤 可经过鉴定 咬伤她的毒蛇却是来自亚马逊的原始森林 据女孩回忆 她的房间突然变成了原始森林 身前一名原始土著虎是单单的盯着她 物动口呆的女孩还来不及反应 脚下一条毒蛇就朝她袭来 另外他男朋友上了电梯后也一直未归 好基友见状赶忙打开电梯查看 发现男人已经在电梯井里炸开了花 而他的死因更是从千米高空自由落体 摔死在了茫茫沙漠当中 这几起案件看似毫无关联 但细心的强哥却还是找到了共同点 首先他们都是青少年 其次在案发现场都出现了一种名叫同步的 置换药丸的包装袋 所以强哥推断这些离弃事件 一定跟药丸脱不了担心 可还没来得及调查 又一起案件发生了 这一次除了一名死者之外 强哥好基友的女儿也因为吃药之后离弃失踪 看着崩溃的好基友 本就没几天好活的强哥决定做些什么了 他驱车来到药房 将所有药丸全部买下 也就在他朝着电源发泄完内心的压抑后 身后一名神秘的男子追了出来 他向强哥提出以三倍的价格买下药丸 还在气头上的强哥只当他在放屁 毫不犹豫地扬肠而去 可到了晚上 睡梦中的强哥突然被屋内的动静惊醒 他警惕地来到客厅查看 竟发现男人偷偷地藏在他的衣柜里 在强哥棍棒的威胁下 男人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正是研制出同步药丸的医生 在意识到药丸引起了命案后 工厂已经全面停工了 而他来的目的也是为了收回市面上散落的其余药丸 他告诉强哥 药丸带给成年人的确实是置换的作用 但对于那些大脑内松果体没有彻底硬化的青少年来说 药丸却会让他们短暂地穿越时空 听到这里的强哥差点气笑 他下意识地想把男人的话当屁给放了 但想起好机有女儿的失踪 以及那些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离奇案件 他又沉默了下来 为此 他决定以身试法亲自做实验 在体验了中世纪的热带雨林 冰河时代以及失去旺财的痛苦后 强哥不得不相信了这超脱常理的事实 他也意识到好机有的女儿一定是滞留在了过去 但奇怪的是他是个成年人 为什么也能穿越呢 原来强哥不久前查出自己已经脑癌晚期了 这导致他的松果体变得和青少年类似 想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在摸清楚穿越的规律后 强哥决定去救回好机有失踪的女儿 他独自来到案发现场的天台 架上摄像机后服下了药丸 等到药丸生效的时间一到 强哥从树上摔了个狗吃时 接着他开始在周围尝试寻找机有的女儿 但周围只看到一群坐在篝火旁祈祷的当地土著 强哥还试图和他们交流 但下一秒他就被土著一拥而上逮了个正招 见识不妙的强哥艰难地挣脱了束缚 二话没说果断地开溜 他飞快地爬回树上 赶在最后一刻成功穿了回来 也就在这时 好机有女儿的闺蜜听到动静来到了天台 他告诉强哥这里并不是他最后失踪的位置 这下子完了 要完只剩下最后两刻了 这意味着他已经没有了试错的机会 迫于无奈之下 强哥只能找到好机有告诉了他事情 好机有第一时间就想到女儿经常坐在河边的那块石头 他还想自己过去 但强哥却又癌症说服了他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 他发现自己回到了南北战争时期 炮火连天的战场吓得他屁股尿流 他也被榴弹击中了诱毒 等到他好不容易爬进战壕时 一眼望去战壕内却同样是横便移 他拖着受伤的右腿开始搜寻 口里也不断地喊着机有女儿的名字 幸运的是女孩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强哥立马掏出最后一片药丸给女孩扶下 接下来 只要重新回到石头上他们就能回家了 但眼看着时间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突然 一名白人士兵穿过迷雾走了过来 强哥意识到这个时期是黑人还没被解放的年代 果然 下一秒士兵就逼迫强哥成为他的奴隶 并举着枪要求他跪下 这时 强哥发现士兵身前埋着一颗地雷 集中生智的他不断引导士兵往前走 天真的士兵果然中招了 下一秒就被炸成了一朵花 可强哥却还是晚了一步 当他回头时 女孩已经从石头上消失 成功穿回了现代和父亲团聚 而强哥却只能孤独地坐在石头上 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虚幻模糊的他和好基友 做完最后的道别后 也彻底地留在了那个时代